53.人民日報海外版 重點關口連破短期震蕩足底金價下樓梯可否抄底買 2015年7月18日財經視野零二環街本部記者環街近期黃金的表現不盡如人意 週五一度降至八個月新低點 下探視1142美元每公司附近 專家表示 由於美元後市漢漲 加上歐洲央行日前的發聲 黃金短線以漢空為主 不過從避險因素和需求穩定上漢營具有長遠的戰略投資意義 也有機構直言 現在已是探底最好時機 多重利空金價承壓 最近幾週 金價距今年3月後再次跌破了1180美元的歷史支撐位 本身被多家機構預測為橫盤整理的長期趨勢又在本週內遭遇多重利空因素 在連續幾日的下措後 一度跌破了3月中旬所創年內低點1142.65美元 創2014年11月內最低水平 週五開盤後則在1144美元低位徘徊 黃金低迷不振的原因 葉內形象地歸納為耶倫倫槍罷 希臘歸來 由於本週公布的美國經濟數據表現良好 加上美聯儲主席耶倫在週三會議的正辭中重申 如果經濟營制的發展一如預期 那麼在今年某個時間升息是適當的 受此刺激 美元指數也顯著反彈 拆新了一週高位至97.3 此外 近期一直是市場焦點的希臘危機 也在週四晚上又有新的進展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基週四晚間表示 一週時間內將把授與希臘的卡拉援助額度再提高9億歐元 考慮到此前希臘議會已經通過新版的救助議案支持緊縮措施 難免帶來市場逢高拋售歐元提振美元 加劇了黃金的約勢格局 中國黃金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炳南對本部記者表示 離空因素可以從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歸納 外因主要是受近一段時間美元走強的影響 現在美元進入一個相對強勢的週期 美聯儲宣布加息也對黃金價格下跌有直接的較大影響 內因則是從2001年到2012年 長達11年的黃金牛市市價有了較大的上升幅度 所以這幾年持續會調也是正常的 預期皮軟底部震盪 事實上,耶倫一直持續的加息態度並未令市場驚訝 儘管他一直強調外界應將焦點放在整個加息週期的預期 而非具體加息時點上 似乎一直努力想淡化加息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但多家機構對於後市的汗空態度依舊悲觀 甚至有分析師預測 一旦金價跌破1140美元的關鍵支撐水平 恐將會加速金價的下限 巴赫來在週三的報告中指出 美聯儲的加息預期導致第三季度 可能是黃金最為皮軟的時期 該機構預測 一千美元大關對黃金也是猶為脆弱的水平 因為早前黃金的建倉低於該水平 如果該水平被突破 大量的黃金持有份額可能虧損 然而金價跌至三位數不是我們預期的底線 華僑銀行、美銀美林、瑞士、MKS金融集團等 也基本持看空態度 而匯豐銀行則認為金價的大幅下跌已經是過去息了 該行分析師表示 美聯儲潛在的加息早在2013年初就已開始被金融市場人士討論 所以金價因美聯儲加息而導致的大部分下跌已經發生了 當首次加息真正來臨 以及隨後的加息發生時 金價對此的反應了將較小且短暫 即金價很可能維持在1100美元以上 儘管短期的賣盤動能或讓金價維持疲態 張炳南分析稱 黃金從2011年的高點回調了40%左右後 在1100至1200美元的這個價格區間進行比較長時間的震盪也適合理的 這個價格區間也接近於全球的黃金成本價格 避險需求托穩價格 儘管從技術上看 機構普遍對短期走勢持悲觀態度 但從需求方面看 黃金依舊有著價穩定的需求量 剛剛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的國家 和現在剛剛經歷了希臘債務危機的國家 讓整個金融市場對信用危機的認識更深刻 因此政府的和民間的需求依舊保持穩定 張炳南表示 從需求上看 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對黃金還在持續買入 從2009年二季度開始 全球央行對黃金正買入的趨勢到今年上半年都沒有停止 各國政府對於黃金對充信用風險的作用越來越重視 另一方面 2013年二季度全球金價大幅跳水後 各國居民對黃金進行一輪集中購買後 全球黃金的購買需求也一直保持穩定 國內來看 2015年上半年和2014年同期比 黃金總需求仍然比較穩定 特別是首飾需求還出現了一定的增長 現在的價格從中長期看 還是具有戰略投資價值的 當然短期仍會震盪足底一段時間 為 PhD 类碰到最後的更多年代 言似者敬怕真偽大 пожалуйста 嘻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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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